周二 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集会外 非裔男子对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言论进行了反击 奥巴马称非裔男子正在找理由和借口 不支持贺锦丽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 上周 奥巴马在宾夕法尼亚州匹茨堡 为贺锦丽竞选时对非裔男性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奥巴马说 我想和男性选民说 或许你们只是不喜欢让女性担任总统 你们正在想出其他替代方案和其他理由 非裔社区的一些人对奥巴马的言论感到不满 乔纳斯·威廉姆斯在亚特兰大的集会外 售卖特朗普周边商品 他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很尊重奥巴马 因为我曾两次投票给他 但是他后来公开发表那样的言论 这让我很不安 威廉姆斯表示 自己将在11月投票给特朗普 威廉姆斯称 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 他曾出售过奥巴马的商品 当时他是奥巴马的支持者 特朗普集会外的另一位黑人选民 迈克尔·林德尔表示 他会投票给特朗普 他也对奥巴马的言论提出了质疑 我认为奥巴马未能理解的是 大多数非议投票给赫锦丽 并不是因为他的种族 他们投票是基于政策 他们认为你知道 特朗普的政策更能引起黑人的共鸣 林德尔说 他引用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 并表示特朗普的政策 符合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赫锦丽和特朗普陷入激烈竞争 预计选举结果将以微弱优势决定 而且双方都无法承受 本党所依赖的主要选民基础出现大规模叛逃 一些民意调查显示 在2020年大选中 支持贺锦丽的非议男性比支持拜登的少 他的竞选团队和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盟友 正在努力在密歇根州和其他 将以微弱优势决出胜负的战场州赢回他们的支持